你跟妈说什么了 我总看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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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 谢谢你啊 不客气 慢走 这么早上班 哥 你送干洗的衣服啊 是啊 对了之前嫂子介绍我到她朋友那边餐厅工作 我还没有来得及谢谢她呢 谢谢啊 嗯 这一句不能忘啊 不会的 嗯 对了 哥 嗯 昨天晚上 妈 哭了 对了 哥 我不知道 你在美国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也不知道这么多年你是怎么过来的 那你走失了 那你也一定不知道这么多年我们是怎么过来的 你走失的那天是妈的生日 妈这二十多年来没有过过一次生日 每到生日的时候都是她最伤心的时候 她这么多年每天都活在自本和内疚里 哥 我跟你说这些没有别的意思 我只是想说 妈盼了你这么多年 你别让她伤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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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楠 小楠 正好 一块吃早餐 我吃过了 吃过了 让你们回家吃早餐的 你们怎么都没过来呀 哎呀 我现在也会做啦 妈妈教我的 她还拿了好多好吃的放在这儿呢 好 所以呀不用总是跑过去了 是吗 嗯 妞妞呢 她去那个干洗店了 衣服干嘛不在自己家里洗啊 拿到干洗店去干什么 老公你回来啦 我来啦 你来啦 我来啦 我来啦 来啦 妞妞 家里的家务活是不是都你做呀 我们两个人分工的 体力我来老你他来 行啊 妞妞 奶奶有件事情想跟你商量 星期六你又没有空啊 陪奶奶到家家去一趟 可以没事 老婆这么有没有安排啊 没有没有 我有空啊 奶奶我们陪你快去 行啊 那事情就这么定了 对了 你妈妈她身体不太舒服 在家床上躺着呢 有空去看看她 放心吧 好 我回去了啊 走 奶奶走了啊 好奶奶 奶奶走 小心啊 好嘞 告白 回去吧 嗯 老公 嗯 妈不舒服 待会儿我去看看她吧 还是我去吧 妈是因为我才不舒服的 可是 我刚才碰到二妹 她跟我说妈的事情了 走吧 姐 早啊 我去看看妈 她起床了吗 她刚刚出去了 出去去哪里啊 姐妹们 我终于跟你们在统一阵线了 你说你吧 就这么一会儿你就熬不住了 你又不是不知道了 她是自由观了 这突然进笼子了 一时半火还适应不了 累 心累 什么都不干都觉得累 你们懂这种感觉吗 每一件事 每一句话 都得在心里掂量一下 我写句本 我都没这么谨慎小心 每一句话 每一件事 都得在脑子里边过一遍 我生怕出一丁点错误 爸 下班了 下班了 我好点没有 你爸没事了 妈 我买了补品给你 妞妞妞 干吗呢你 老婆姐呢 不浪费 吃补品对身体好 凯文啊 妈身体挺好的 不需要啊 身体好更需要吃补品啊 你按照女人的说明说 来吃真好 行 我替你的 嗯 还没回去吧 刚刚回去了啊 那我先回去啊 我去 记得去 好 走了 你不待会儿吧 不待 搞定了 好 不行 走了 行 老公 我外面是不是下雨了啊 老公 没有啊 算什么呀 没有吗 那我换听了 怎么不下雨啊 我不知道了 你是不是不想跟奶奶分享一下 老公 我真的是什么都瞒不住你啊 我也不是不想去 你知道吗 我最近真的很累 我今天那个来了 肚子特别疼 我哪都不想去 你那个来了 嗯 那你要注意点啊 每次老婆那个来都很痛的 我知道了 嗯 我明天跟奶奶说 不行 然后我陪她去就好了 我帮她解释 那怎么行啊 我都答应她 没事奶奶也是女人 她会明白的 哎 她就算同意了 心里边肯定也会骂我不懂事的 就那么巧 平时都好好的 就这个时候身体不舒服 说出来没人相信啊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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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别说 真的没人信的 但我看你的脸色好像不太好 真的能去 哎 去吧去吧 哎 说不定明天下雨呢 下雨了 奶奶可能就会取消去向下的计划吧 我知道了 你听到雨声 是因为你明天想着要下雨 就你聪明的 我知道我聪明的是老婆 你好像最近很纠结 我当然纠结了 我们两个二人时间那么少 我能不纠结吗 没事 我们两手 没有事情是应付不了的 我觉得明天肯定会下雨的 对吧 干嘛啊 那么扫兴 没事 咱们睡吧 会下雨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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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准备准备 出发 来啦 快准备准备出发 来了 我们老家可比这儿漂亮多了 牛牛 小南 嗯 你们觉得奶奶幸福吗 幸福 幸福 真是幸福了 是啊 奶奶也觉得我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奶奶了 你看我现在啊 儿孙满堂 尤其是经过那么多磨难还能把牛牛找回来 奶奶这一辈子啊 真是没什么好遗憾的了 奶奶啊 现在最大的心愿 就是希望你们到了我这个年纪啊 嗯 也能够享受天龙之浪 肯定会的 那你们现在 就该抓点警了 抓什么警啊 早点怀孕要宝宝呀 怎么了 小南 你拐这么大个圈 女儿呢就是为了说这个 你也没什么呀 没什么 哎呀 这奶奶最大的心愿啊 妈 我的食好了 就放在这儿吧 进去一点 飞进去的 哦 小南 妈正好下午啊 约了几个朋友 一块去喝下午茶 嗯 你没事吧 呃 其实没什么事 怎么了 那你就跟妈一块去 跟他们快见见面 一块喝喝下午茶 他们都说你啊 呃 长得挺漂亮的 想见见 呃 好呀 反正我其实也应该 请你们闺蜜吃个饭 最近也是太忙了 一直没有时间 真的啊 那行 去收拾收拾 我们待会儿就走 嗯 好 好 我跟你介绍一下 这是王阿姨 这是张阿姨 这是陈阿姨 三位阿姨好 你好 你好 不好意思啊 今天我们几个姐妹聚会 我把我儿媳妇儿 自己给带来了 别介意啊 没事 就让我们家小南说 还想见见你们几位阿姨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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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你真好 小南哪 常听你婆婆呀夸你啊 又懂事又孝顺 一直就想见你呢 今天呢终于见到你了 是啊 有你这样的好媳妇儿啊 真是我们秀娟姐 的福气啊 是啊是啊 秀娟姐也是个好婆婆 你看跟儿媳妇儿的 关系那么好 就跟自己的亲婚姻儿一样啊 是啊是啊 真让我们羡慕啊 小南 你跟牛牛结婚多久了 我们结婚两年了 两 两年了 开业也没那么大呀 秀娟姐家的牛牛也三十了 那小也晓不到哪儿去吧 其实我也快三十了 三十了 那还不赶紧生孩子啊 年轻人都这样 结了婚吧都不想要孩子 觉得孩子是没罪 你倒是知道他们 年轻人的想法呀 可不是嘛 你看我们隔壁那个 邻居的女儿啊 三十一岁了 她不着急 可是家里人都急死了 现在这些年轻人呢 根本就不替家里人考虑啊 你说这个年龄啊 女孩子在黄金年龄就那么几年 你说现在不赶紧地结了婚生孩子 等年龄大了就该后悔了 就是啊 现在生是最好的 再拖下去你父母的年龄也大了 到时候没人给你看孩子 你就到处哭去吧 我们秀娟呢 嘴上不说 心里啊比谁都急啊 是不是啊 小楠楠 你什么时候给你婆婆生个大胖孙子 行行 行行 什么时候分的 我们还没准备好呢 这个还准备 准备什么呀 你们年轻人说要孩子还不快嘛 你看你婆婆生都肃着呢 经验丰富着呢 我不是因为这个 我们现在还 现在这种好急慢慢来 慢慢来 慢慢来 这种事可不能慢慢来 秀娟呢 你看你儿媳妇长得这么漂亮 儿子也长得那么高大帅气 将来啊一定能给你生一个 漂亮的大花孙子 赶紧给生一个啊 要不你呀 我给你给你赶紧 你赶紧了 我快被逼疯了 奶奶跟妈都变着 发的催我生孩子 什么呀 你有什么想法吗 我站在你这边 如果你不想要的 我们就别要 我也不是不想要 其实我挺喜欢小孩的 只是我觉得我现在 还没有一个 做好妈妈的准备 那万一有了孩子 我肯定会把所有精力 都放在她的身上 那到时候 我哪儿还有时间工作啊 你是怕因为 建顾工作是 不想要的孩子 也不全是 只是说 那万一有了之后 我肯定不能像现在 在这儿啊 我化个妆出去逛逛街 没事儿 跟你姐妹们下午茶 还有跟你的二人世界 也没了 如果是这个原因 就很简单了 妈不是说过 可以嫁过孩子吗 还有我们可以 亲一个保姆 你觉得以你老婆 我的性格 我怎么可能让我的孩子 别人待啊 我要是真有了 我肯定会自己待的 我要是亲力亲为的话 我自己自由的时间 我今天就没有了 世上只有妈妈哭 我完全明白你的意志 不想要 就别要了 可是妈跟奶奶那边 怎么说 没事儿 我可以跟他们解释的吗 他们会听我的 放心吧 以前只有我们两个人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可以一辈子 按照我们的想法去生活 可是现在 什么都不一样了 别小心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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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都还没有想什么呢 你真的是 你怎么 睡觉了 又睡了吗 奶奶 哎 起上班啊 对啊 早餐吃了吗 没呢 不知道为什么有点不舒服 弄到这么严了 没什么 你要真是不舒服啊 赶紧得上医院去看 没事儿 没事儿 不你下去 那这么一说 妈 刚才那个骨头 它真的很好喝 真的啊 哎呀 妈是特意为你跟小娜炖的 你们俩得多补补身体 妈 妈 你别心 只是我哥跟你嫂子要补吗 你刚才少喝了啊 真是 这汤啊 真应该你哥 你嫂子 多补补 小楠 我跟你奶奶商量了 你看看 你问问你妈把雷梯有空 到家里来一块儿吃个饭 吃饭 像我妈的妈呀 什么叫干嘛 亲家之间 不是应该走动走动的吗 再说了 你们俩回来了以后 我们两家人都没有正式 吃过一顿饭呢 行 我现在就给她翻个微信 好好好 来 小楠 到时候你问问你的哥哥 嫂子 如果他们有空 都一块儿来 热闹热闹 媚媚啊 你们看见二媚 叫她那一天别安排事了啊 一块儿吃饭 一家人啊 我们也要吃啊 怎么叫你们也要吃啊 是一家人 有没有家庭概念 真是的 妈 这么多人去 我们不要在家里面吃了 在外面订餐厅 好吗 好 凯文 那就辛苦你了 到外面去订一桌 大大的啊 十几个人做的 好不好 大大的 没问题 大大的 没问题 对了 最主要 你得问问你的账目啊 哪天有空 咱们都按照他的时间来 到时候订了 告诉我 好 那妈 进口吧 不想吃 喂 你好 我可以跟凯文说话吗 不好意思 你是谁啊 凯文 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吗 你是杉杉 冰宫 猜我现在在哪儿 你回国了 你回国了 什么时候啊 我这不刚下飞机吗 刚下飞机 第一台手机 第一个就打给你了 怎么样啊 现在 你的教授过得还习惯吗 我挺好的 挺好的 你怎么能回国工作 对啊 还不是因为我爸妈 非要让我回国 而且啊 他们连工作都给我安排好了 我的好日子啊 可是到头了 苏少医也是为你好 你在哪里工作啊 康华医院 学以致用嘛 我回来就是就死不上保小祖国的 不过啊 我要从英特尔开始做起 那挺不错的 我先回家早早时差 过几天咱们出来好好聚聚哦 好啊 等你在医院报到人之后 我们去吃饭 我带我老婆来见见你 好的 拜拜 人家遇的是你 又不是你老婆 真是的 那我再去买 不用不用 妈 奶奶 准备好了吗 走吧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等一下 妈 你们这吃哪儿去 跟你大哥 大嫂 跟亲家伍吃顿饭 那你们是要出去吃是吧 是 不是 那 那这个就 你拿去吧 你拿去吧 那我就都拿走了 这什么醋啊 这么香 这 家里吃点醋 吃点醋 好 走 走 走 那个 你慢点走 慢点走 小心点走 慢点 别管他 小心点啊 小心点 哪儿消了 二妹这丫头 好不容易全家都到期了吧 她就无在 妈 二妹刚找的工作 也不好请假 她的工作不是小男介绍的吗 都是自己熟人 打人招呼又怎么难呢 妈 是我没考虑清楚 早知道我跟她说一声了 真是不怪你 是我们家小丫头 那个二妹那丫头 没脑子 不怪你 好 那个妈 要不我出去等我妈吧 我再给她打电话催一下她 好 好 我跟你去 好 我跟你去 好 我跟你去 你知道吧 你说呢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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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自己化妆化太久 你说什么呢 谁化妆呢 我现在台湾家里人 第一次能不化妆吗 对对 漂亮一点 好了好了 别吵了 走吧 赶紧进去 就是了 快走 快走 走走走走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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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们迟到了 没关系 没关系 这是小楠的哥哥 你好 这是小楠的嫂子 你好 你好 亲家母 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你人家的奶奶 奶奶好 这是我大女儿 这是我小女儿 奶奶好 快坐吧 快坐吧 坐坐坐 亲家母啊 那个小楠的那个 哥哥 嫂子 是干什么的 听说是做生意的 我现在和同事 在外面开了一家店铺 我 我爱人是当老师的 是吗 当老师的 好好好 是铁饭碗 而且环境又单纯 好好好 阿姨 您给我讲了 像你们这样 踏踏实实过日子多好啊 有孩子了吗 没有 你们真是幸福的一大家子 我还常跟小楠说 羡慕你们这一家子 凯文这么帅 年轻有为 女儿啊 一个个都这么懂事 我们小楠交到你们家 真是她的福气啊 你们家这姑娘啊 特别孝顺 总是给我们买着买大的 对啊 对啊 小楠真是一个好媳妇啊 太好了 太好了 我怀疑 你不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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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为我 愿意来啊 见不见啊 怎么那么好见的呀 就天生在那儿 跟我爸互相吹捧着 够 我跟你说啊 这人长健食 就他们家啊 我哥那丈母娘 说让小孩要命 一把年纪来化个农妆 他以为他有什么样 还有 他家那哥哥 说是做生意的 结果 早啊 看着早的寒酥了 最可怕就是他那小哥 还说什么老师呢 还真的挺像那个 就是电视演的那种 变态教导主任 可吓人了 对啊 你真不是一家 都不进一家门了 这样好了 不用说了 就回去了 男朋友啊 行 每天带着给你见见呗 当然帅了 不是我能找吗 好了啊 拜拜 和亲家母的还是头一次吃饭的 我代表全家先敬你一个 咱们喝一下 谢谢 不用这个 坐吧 �扎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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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扎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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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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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吧 吃吧 随意 随意啊 你们俩都吃点了 喜欢吃什么吃什么啊 别客气 亲娘 我们今天约你来呢 是有一件事情 想跟你商量 我和牛牛妈妈 也商量过了 你说他们小两口啊 结婚也有段日子了 你就不想抱外孙了 凯文奶奶啊 这外孙不是说要就要的 亲家我啊 牛牛奶奶的意思是说 如果我们想要的话 可以提早做点准备 是啊 我也不是没跟他们两个说过 但是啊 孩子们有自己的想法 我们做长辈子 心里想会想 也不好勉强他们啊 好啊 你有这想法呢就行了 那个小南 牛牛 你们有什么打算 说呀 小南 妈 别催孩子这么紧 这生孩子也不是说生就能生的 妈 妈 我看下来啊 既然你们今天在这里 我们就发表一下我们的意见吧 只是我们在结婚之前已经说好了 我们不要孩子了 牛牛 说什么呢 怎么能不要孩子呢 真的奶奶 我们已经说好了 我觉得今天在这里说 可能对你们有一点不尊重 或是令到你们会失望 但是 我们也希望你们可以理解一下 我们 不要孩子 然后你们不要再差来差去了 好了好了 今天来这儿也不是为了说这些的 大家先吃饭吧 好 请教母 给我吃一点 来 吃吧 好 牛牛 小南 她怎么了 不是不是奶奶 我就是胃不太好 不是那个 小南 你真的不会吃 真的不是 别乱插呀 都说她最近工作太累了 吃饭吧 你要试试吧 我问一下 我年轻的时候 就是就想趁着 年轻的时候也是这种反应 吃饭吧 吃饭吧 好 多吃一点 请教母 多吃一点 你最近啊 就少吃点辛辣的 多吃点水果 卫生素什么的 姐 这些是妈让你送来的吧 不是啊 我买的这都是 我还不能给我弟妹买点东西啊 真的吗 好吧 是妈让我给你拿的 你就创作不知道收下吧 我也是交差啊 我都说了我真的没有怀孕 是啊 但奶奶和妈她就是派我过来看看嘛 她们也是担心你 我 我真的只是老胃病了 你拿这些什么酸梅啊 猕后刀这些 我不能吃的 没关系 那你就放这儿呗 反正牛奶也能吃嘛 我总不能拿回去吧 也是 小楠 小楠 真不好意思啊 你长辈们都是这样 你别往心里去 是 我理解 帮你为难了 姐 我小楠 姐呢 想跟你说句实在的话 我知道为谁啊 好 说话 这男人呢 都是不靠谱的 你就像我立了婚 剩下的也就只有果果了 所以啊 结婚最重要的还是生个孩子 养儿防老嘛 话说未来呢 我就是举个例子 我们家牛牛啊 绝对不会像端志诚的 好 嫂子 你回来了 是啊 我有点累了 我先回去了 等一下 嫂子 那个 我哥回来了吗 他可能会晚一点 你等他一会儿 那个 等一下 要不我找他没事 我去你们家陪你聊聊天儿房 我顺便看看沫沫 我可想他了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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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门开 开门开门 开门开门开门 我去给你倒点水啊 不用 打门 不用 打门 我渴了 我自己倒 没事 坐来 坐来 坐 小的 你今天这只衣服搭得真好看 是吗 谢谢啊 这衣服很贵吧 还行 不准贵 那你明天还穿吗 我的意思是 你明天要是不穿 你借我穿一点呗 你没衣服穿 我明天有个月 我想穿正式感 我自己衣服都太休闲了 可是我的衣服你能穿吗 能穿 咱俩身材差不多嘛 那也行 那我进去把它花钱你试一下 我不用试 肯定能穿 来 搭去穿吧 谢谢嫂子 还有这个 专门搭这套衣服的 贴心吗 好贴心啊 嫂子 对了 你多大脚啊 你多大脚 你多大脚又多大脚 走来 拿口袋装起来 你走了 谢谢嫂子 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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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点啊 怎么回事呢 妈 早啊 上班前 吃点饭的没有 吃过了 上班辛苦千万别饿着了 平时呢要多带点饼干 饿的时候就垫一点 在那里怎么